以上为大家来追踪 中研院的染疫事件的关键 影像也曝光了 那么透过这个监视文区 可以了解到呢 当时有三名人员 一起来进行实验 但不只是卸除防护装备的时候 有两个人违反了规定 也没有在生物安全柜当中 操作实验小鼠 而确诊的这名研究助理 当时呢更只是戴了单层手套 整个过程SOP 明显的是没有落实的 不过这名研究助理呢 他曾经抱怨说呢 当时他要到医院 进行自费的PCR裁剪 却被院方告知说 要下班了遭到拒绝 那么卫福部长陈时中 就点出了一个重点 他认为说这个个案的职业 又比较特殊 由于他是有可能会接触到病毒的 应该呢要先通知卫生局 并且安排裁剪 中研院爆发染疫案 但深入追查 竟然布置一名研究员 没遵守SOP规范 调阅监视器引送发现 11月24号当天 包含确诊个案在内 有三人进到P3实验室 但有两个人 没有依照规定穿械防护装备 而且三个人都疑似 没有穿着脚套 更在中控室更换鞋子 非常离谱 另外这名研究助理 操作实验属时被咬伤 更只戴了一层手套 而非双层 通通违规 他是负责来操作小鼠 另外两名把整个小鼠龙 拿到操作台上 没有在生活安全柜里面进行 一开始调查个案只操作 AFA小鼠 但录影画面显示 个案以此操作 AFA跟Delta小鼠 是否因被药伤而染疫 还是环境污染的关系就大 都还要调查 除了一次人力不足 导致星际人员被赶鸭子上架 以及抓老鼠时 未注意两大步骤才被咬伤 这名研究助理还传出 因为第一次被咬伤时 越级上报被训斥 让他第二次被咬伤 干脆就不说 但遭到否认 你做出事情长官来指责你 这样不应该定义成为巴黎 助理也抱怨 当时想到医院自费做PCR採检 却被院方已要下班为由拒绝 标准作为人 就要请他通知卫生局 有卫生局立即安排做PCR 每个目座环环相扣 稍有疏忽放松 就是疫情破口 这条台报道